臺灣如果6月下旬 疫情就趨緩的話 那我們一般 非高風險的民眾是不是就沒有打第四劑 疫苗的必要 第二個問題是 接下來如果規劃邊境要放鬆 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因應可能會入侵的 BA.4 還有BA.5的新型變異株 謝謝 那當然要根據專家的意見 現在世界其他 各國也都在 正在有這個相關不同的 變異株的一個變化 那臺灣基本上都比大家晚 那我們比較有時間來觀察大家情況的一個影響 那及時做出因應的方法 八大 謝謝指揮官 這邊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之前有說 就是預估染疫率達到10%到12%的時候 疫情 就會趨緩 不過對比臨近像是日本跟韓國都要 到20%到30%的時候 個案數才會比較明顯的 下降 那為什麼我們會比較快呢 謝謝 這我看到裡面 大概在韓國 可能它的一個累積個案數 就它的最高點 的時候 累積的個案數大概到達16% 香港大概到達8.7% 那新加坡到達11% 那日本很低 日本大概就不到4% 更沒有 2%多 日本的區間非常的平穩 我之所以指這個 我們現在的趨勢看起來 跟新加坡還蠻像的 跟新加坡還蠻 還蠻像的 那新加坡裡面它大概就是11% 那大概就累積的數目大概11% 就一個 丘陵的形狀 那進行的時間也跟我們比較像 那觀察我們在雙北跟桃園 然後基隆花蓮這些情勢 也都看得出來 大概都到了大概約 約到10%左右 其實疫情就有一些些的相對的反轉 相對的反轉 然後第二個大家在講這個 這是一個確診率 那有時候國外的專家或我們專家 有時候講是染疫率 確診率跟染疫率這兩個是不同的 確診率就是確確實實被檢驗出來 被診斷完 我們說他是確確診的人 染疫率是包含有可能有一些是被 沒有驗出來的 或是沒有症狀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概在看這東西的時候 大概都可能 這是大家在所謂 或者有一些專家講好的黑 黑素或者是黑素 大概是1比2到1比3 所以其實大概如果以這種專家看法 來講 就是如果染疫率到了10%左右 其實實際 實際上社會有染疫的確診率 如果到百分之10以上的時候 那其實有染過疫的可能就已經到了兩三成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不同 那大部分 到那樣子的情況 他就會反反轉 就往下走 這是我們觀察到 也不是說一定這樣 只是可以提供給 大家參考 就好像很多人都會推估可能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的推估大概是 大概10來%左右 以臺灣其他地方的情勢 跟我們比較相似的 這些國家的一個走向 我們認為大概 超過10% 可能就在平穩 那超過到11 12% 我想大概就往下走